大陸官員由台灣偷50元潤膚膏被捕 涉嫌在台灣偷東西隔53歲福建泉州市台辦主任危子村 給了萬多人民幣到台灣旅行 前晚都特新捉市 昨天上午他去到酒店附近的便利店 想買金絲膏但找不到 就拿兩瓶潤膚箱放在褲袋裡 走一會被店員發言報警 他承認一時糊塗順手牽揚 國台辦昨晚發表聲明說 危子村當時在聽電話才忘記付錢 危子村是首位涉嫌在台灣偷東西的大陸官員 警方將他移送地檢處 因為他是大陸官員亦報告大陸海協會 由於便利店不追究最後不如起訴 福建省長王小禎現在正在台灣訪問 與台灣方面簽訂多項合作協議 今次偷竊事件令訪問團頗尷尬